大家是不是觉得你们现在过年 比小的时候觉得年味没有那么浓了呢 是 你们都觉得 零零后段的点头 我前几天刚说了一个相声 这个相声就是聊这个事的 我觉得不是年味不浓了 现在物质发展更好了 然后咱们这个老百姓生活水平也都上来了 物质肯定是比以前风格很好 其实年味挺浓的 只不过是我们心里面长大 现在的小朋友觉得还是有年味 对可能他们依然觉得很开心 每天他们还是一过年了有压岁钱花 我们现在可能会想就是过年第一天就想 哎呦只有六天假了 再过一天只有五天假 对吧就压力好大 真的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 过年就是放的长一点的假 对 你再算 哎呦这几天我该怎么安排一下 我好不容易休息了 我得干点一年没干的事 你们都不是北京人吗 你们工作在在北京 但是回家以后那不不陪伴妈妈说说话吗 说呀 说呀 但一说那可是啥都聊啊 我跟您说不光陪爸爸妈妈 还有亲戚朋友对 可以盘点一下有哪些致命的问题 就每年一回家 致命的问题就是你赚多少钱 这太致命了吧 这个真的会问你挣多少钱 会会 因为亲戚要问他要跟自己的孩子比一比 啊 他会当着你的面比吗 就比如他问完你之后说啊 我们家孩子今天啊 你会吗 他就是问你一个让他这个表情很微妙 我第一年工作的时候他说哎你今年工作 我今天大概到手七万吧啊 然后他就啊啊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妈就会好奇嘛 哎那你家孩子我家孩子 那个因为在国外工作 那我就说哎呀我家孩子不一样嘛 那天气是很努力的啊 我家楠楠就也是七万美金了 哈哈哈哈 对就有始终有始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其实这个回家以后啊 被这个亲戚们问 无非就是生活 生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 然后婚姻怎么样 尤其催婚 你结婚了吗 我没结婚 开始了 你怎么回家 你要怎么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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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回家是吗 我回家啊 年年回啊 给吓的 对啊年年回家 年年被催 现在有一部分年轻人呢 越来越不喜欢过年了 你对此怎么看呢 现在上微博参与讨论话题 和微博网友聊聊你的看法 好不好 刚才大家提出了那么多 这过年回家的这个话题啊 那个什么有什么催婚的呀 我问什么那个工资啊 工资啊 是吧 我觉得这个可以 搞一场辩论赛 你觉得怎么样 对可以 我们大伙社区就有这样一个惯例 是吧 大伙社区辩论赛 那我们去准备一下吧 对我们来 来好嘞 准备起来 辩论赛 八字嘛 摆个八字 大伙之家社区第三届辩论大赛 正式开始 好 那你们二位就来当个队长吧 我们当队长啊 那没办法 你们这是哥哥呀在这边 他们都太小了 我们还没被催婚呢 哈哈哈哈 这个话题还没到我们这儿呢 没有 所以你们俩只能当队长了 我们俩队长啊 你们一边选三个队员 我觉得这样吧 盲选好不好 盲选 怎么选啊 我们数123 然后你们几个换一下位置 你翠丁可 谁谁那赢了谁就先选啊 行 好了 先打了 翠丁可 3 6号 1号 5号 2 4 完了 我不跟他一拨 哈哈哈 等一下 等一下 哎 为什么呀 先期待上一届的辩论赛的表现 就像对面的卧底 那是不是我有一天 我也需要看你的银行卡密码 我告诉你 我需要看你的保险柜密码 我告诉你 这些我都可以吗 我都可以啊 我可以 但我不应该 还是这样 结束 哦 大人出心啊 爱康子讲的好啊 哎 水天琴 出去 哦 不是 咱今天变几道题啊 两题 我觉得下一轮要换 哈哈哈哈 你就那么不喜欢天琪 你先看一下我的表现 好不好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那我要公布下遍题了啊 如果过年期间面对催婚 你会选择默默忍受还是怼回去 我们选这个默默忍受 默默忍受 好我们正发 那你们就怼回去 第一局呢 正反发 一二三四变 依次的轮流发表自己的这个观点 然后第二局 自由辩论是计时的 好 第三局是总结陈词 然后我们有一个偷袭的机制 好 也就是说你觉得 这个人他的有可乘之机 你就啪一举这个牌子 但是得等他说完之后才能举 然后你们四打一 我们看路线打谁吧 四打人打 天琴 两边 但两边只能用一次 我劝你们善点 好 那我们来的邻近的年龄呢 分别他们为七零后 八零后 景流后 和零零后 首先我们请正方发言 正方一遍 我们的话题呢 是在父母催婚的时候 我们持的观点是默默承受 为什么呢 父母是长一份的 尊老爱幼 你看一般咱们那年轻人 都是在外漂泊 对吧 有像两年不回家 三年不回家的 不容易回趟家以后 你还要怼父母吗 怼父母 这些人太没有仙 而且来说 你回到家 为什么不能是父子子孝 母子子孝 一团和气呢 那咱们这 我就是你妈 好不好 久连回来了 把妈妈回来了 我想死了 妈妈妈 我想死了 妈妈 两三年了 我想死我了 我跟你说 你看 你看你二姨家 那个你 你大小子 怕小子抱上了 妈妈也没有孙子好抱 妈妈好可怜 妈妈出门都没脸见人 那妈妈妈妈妈妈妈 你你你有我爸爸 你还不是我孙子吗 不是 我也不是我孙子 你什么时候相亲你 妈妈给你安排好了 出一项一个 出二项一个 出三项一个 出四项一个 你哪天走啊 我我听您安排妈妈 好 您让我哪天走 我你跟你就 就是相到您满意为止 嗯 好吗 好吗 你看 非常和谐 对 对 和谐 好 那你坐下吧 好 该你了 我太爱您了 哈哈哈哈 一点观点没听出来 别爱太早孟哥 首先一点 你们叫不孝顺 好 好 你们承诺的东西 你回头你给的了吗 默默忍受 首先一点 就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尊重 为什么不跟父母说原因呢 你们的承诺 其实就是欺骗 善意的谎言 欺骗就是最大的不孝 你们不孝顺 没了呀 你不讲你们的观点 我们有观点 我们观点对 就是你们不孝顺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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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正方二变 对面就是偷换概念 我们概念都没有呢 哪来哪来偷换概念 我们都有概念 没有概念是吧 没概念 啊 突出去了呢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一直在逃避那个怼子 因为你们 说我们是不允沟通 但是其实我们是在错峰交流 哎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对就是吵吵架 哎呦 但是如果你们吵架 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回家的时候就应该开开心心 回家 先跟父母一起 哎 吃上饭 聊下来 如果在骂我的时候 在说我的时候 我说哎 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就是冷静下来之后 跟父母好好的去沟通 等待一个更加合适的机会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对面无言以对 无言以对 偷放概念 反方二遍 首先这个正方这边说我们这边偷放概念 这根本就不存在 默默忍受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你跟家庭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默默是什么 吃不语 不语 父母一问什么东西你都不答 那这样会导致你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这才是导致 家庭关系越来越不和睦的最大的问题 给他鼓励 给他鼓励给他鼓励给他鼓励 反方三遍 那我先正常来一段 刚才对面讲下了这样一个情话 说我们默默忍受就是 父母一说你就 父母一说你就 你这个这个就 父母一说这个就 这是你们演示的默默忍受 那我们演示一下你们的父母一说 你们就怼 你这个 不 你这个这个 陆祥 那这样能沟通吗 他词汇料这么少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无论是怼 还是默默承受 都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根本解决问题是什么 是需要去通过沟通 那么怎么才能更好的沟通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默默忍受完之后 是现在场上是一片和气 是吃完饭之后 我再给父母说 是刚才那件事啊 其实是这样 哎 但你们那方是怎样呢 刚才就已经摔碗了摔碗了 推桌子了 然后你再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其实已经晚了 你们用了一个强硬的态度 去回应你们的父母之后 已经没有机会去平等的沟通了 哦 所以只有默默忍受 才能到同一起跑线上 好好的交流 OK 你坐下 我来吧 交给我了 哥 好的 今天交给我们 我们的队友来了 队友来了 队友 正名清白啊 刚才反方说的一切 都是在逃避 我们是正方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刚才正方说的一切都是在逃避 我们就是怼 嗯 但是你们所说的怼跟我们的怼不一样 为什么 你们说我们的怼只会说闭嘴 不 不对 我们的怼是什么 我们的怼要让父母明确的知道 我们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父母说哎你为什么不结婚 我们就说因为你们推荐的女孩子不行啊 好 他会说那你要哪种吗 我说 170嘛 对不对 哦170 你都165 要170 那我呀 我喜欢170的啊 哈哈 还有我 我要一一反驳一下 反方的观点 谁是反方 你是反方 我说 哥你再认一下 而且我最后要说的是 你们今天忍得了一时 你们忍得了一世吗 你们在催婚的问题上忍 明年 你妈就催生 我混这么节就催生了 让你着急吧 你你你你催生的问题你再忍 后年你妈可能就催见了 嗯 开始蹭摇滚了 哈哈 你怎么能忍 你忍得了吗 忍不了 我是忍不了了 哎哎 哎哎 哎 哦 哈哈 你让他你让你让他撒点破 我讲完了 好 太好 太精彩了